好,现在我早上是七点多 刚刚差不多七点 六点,差不多六点起床,跑到七点 跑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早上偏快,晚上偏慢 早上快一点点 一起床的差不多五分钟到十分钟 慢的缘故是非常慢 小步伐非常慢 小步一步只有三公分、一公分、五公分、四公分 就这样而已 非常短 那目标就是要让你脚踝能够适应 早上适应了十分钟以后,开始快 如果你的脚踝没有问题 一开始就可以快了 所以快还是差不多只有十到二十公分而已 然后一开始适应了以后 开始越来越快 好,一开始就开始练呼吸了 呼吸什么呢? 呼、长、吸、短 呼、二、呼、四 呼、四、吸、二 吸、二的时候是快速吸 怎么样呢?呼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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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 呼、呼、呼、吸、吸 呼、呼、呼,呼、吸、吸 所以呼、吼、呼,呼的时候呢? 是呼长的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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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 所以呼是偏长的 吸短呢? 吸、吸、吸 所以是吸短 好,来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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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 喔!所以一开始就是练呼长、吸短 呼是重心 呼,近了以后呢? 顺便把它提起来就是吸 呼进 呼进了以后呢 吸吸 这个就是肺活量训练 早上最重要是练呼吸 练呼练吸 来养肺活量 所以不滑的小大 不大是问题 不滑就是从小开始 然后自由了 舒服了 才放大 放大不滑 所以放大不滑 这个不是重点 就是轻松自在就好了 所以关键在呼吸 所以早晨的快 不滑的长 都完全为了呼吸 这个就是关键的重点 所以我们的量子能会提升 我们的量子从哪里开始 从我们细胞里面的立腺体 每一个细胞都会滑电 所以我们生理滑电 不是说气功滑电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发电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全身的筋脉循环发电 所以每一个细胞发电 每一个筋脉都会流通 所以筋脉流通只是一个发电的一个循环 那个发电就叫做量子能 那个量子能不是看得见的 其实什么 子子中子电子看不见 电子看不见 电子他们在看了 他们用显微镜看见 什么看见 其实那个是物理性的发现 其实也是看不见的 没有人看得见电子 是说因为他有一个冲击才看见的 所以量子能 量子能也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充满量子能 量子能然后循环 那我们的元气就会提升 元气就是量子能 因为中文讲元气嘛 那其实物理学就是量子能 我们身体的量子能会提升啊 你看我的手啊 在你的手上 我的手在你的手上画线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在你的手上 在别人手上画线 没感觉在别人手上画圆圈 右转圆圈 每个人都会有一种 叫做气感 其实就是量子能的感觉 量子共振的感觉 每个人都有啦 所以很容易 提升你的量子能 早上起来 练的时候呢 晚上的跑步是很慢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睡觉 所以晚上跑是很慢 能慢尽量慢 可是早上呢 是在练呼吸 呼长吸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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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